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像这样一分为二的工件我们是怎样操作的 像这样已经打好表 碰好数了 然后就按照图子的数值 摇下来 然后再到电脑上 直接在键膀上按个B字母 注入一个3B程序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要输多长的现场 然后还要确定一下这个切割的方向 现在的切割方向是Y的正方向 也就是Y222方向 然后我们就输好了退出镜 然后再按W键 找到刚才输的那个程序 直接调起出来 然后按F1 第一条 第一段开始加工 然后直接把那个参数调整加工的参数 然后开水 开硬湿 然后可以切割 把那个高屏按上 现在开始加工 快加工完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用个苹果钱夹一下 防止这个料掉下去 把那个木丝打断掉 然后像这样两个 最好是写一个编号上去 然后切下来 把它混小 像这样操作也是挺简单的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 满身的吧 就算丢回学家 也不想让别人 - 满身的吧 就算丢回学家 也不想让别人 - 满身的吧 就算丢回学家 也不想让别人